大家好 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些初秋黑白色的穿搭 不同的单品搭出各种各样 适合于不同场合穿的衣服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一起玩一玩 今天我选一双球鞋来搭所有的衣服 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衣服不同的感觉和风格都跟这球鞋特别配 这也是它比较神奇的一个地方 第一套已经给大家穿在身上 就是一件很简单的T恤 一条很松松很舒服的裤子 这身衣服很休闲 也确实很舒服 但是又让我觉得还是挺有造型感的 它上衣这个部分有一块黑吧 跟它绿吧 配裤子 有一个呼应 这个包 每次外出啊 不管什么场合 我都不有自主地会背这个包 一休闲又有造型 配什么衣服都行 其实这身衣服特别适合戴一个鸭舌帽 如果大家买了这样的帽房 我千万不能轻易地洗 我就是稍微有点脏 我就给它写一下 然后它就有点便携 但是白色很好看 第二套衣服呢 给大家介绍一顿 相对这顿来说 稍微正式那么一点点 比如说朋友过生日啊 大家都穿得很正式 你穿着T恤去好像有点不认真 但是呢 如果大家都穿着T恤 你弄得特隆重 也觉得很突兀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就会选一套相对来说 有一点形式感 但是却没有那么夸张的 比如说板着一点的衬衫 外边搭一个薄薄的外套 像这样的天气 到了晚上不会冷 热的时候 你把它脱掉一个白衬衫 这一个有造型的裤子 这衫还是挺板正的 然后这儿正好它有一个这个 就把那个裤子的都露出来 你看这个裤子 非常有造型感 有点像一个锥子裙似的 但是又是一个裤子很帅气 我可以配这个帽 很薄很薄的小西装 配这双球鞋也可以 或者是配一双小皮鞋 下面给大家看的这条裙 它的质地非常的舒服柔软 我记得我是穿着这条裙子 去看的那个永春那种舞剧 因为坐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不希望穿得太拘束了 不太累 我希望是很舒服 但是又要稍微正式一些 它有个这样的开叉 我选择在里面会搭配一个 可以露出一点腿的一条 衬裙啊或者短裤啊都可以 然后里面呢 我配一个背心 这个背心实在是太好穿了 任何衣服都能配 所以我黑的白的更买了一件 这个衣服这个号 我穿着还挺松的 这样的话就是 坐哪儿时间长 也不会觉得难受 然后一定要露一点腿 跟黑色一个反叉也很好看 配一个短短的裙子也行 我是觉得裤子更方便一些 今天穿球鞋就很休闲的感觉 你可以配一双皮靴 那就很酷 配一个高跟鞋就很精致 然后这里面的这个黑的背心 如果不配的话 就会又更晚宴一些 配上一些比如说金的 夸张一些的首饰 也可以 像其实我喜欢 比如说正式一些的衣服呢 我配一个休闲一点的鞋 或者包 把它拖一下 这个打结的设计很巧妙 这儿有一个结 有一些褶皱 其实是可以挡一点小肚子 要鼓出来的 哦 是这个衣服 不是我的肚子 这件小西装 你看它的这个浅片的设计 像是一小风情似的那种 可以把它系上 也可以把它散开 随意很飘逸的那种 其实这几条裙子 它都可以配 天天给大家吃个味道 所以它的那个质感 比较像的 这一套就是剪裁 看似随意 但是非常讲究 就可以扣上 也可以解开 然后裙子也是 就像一个鲸鱼的尾巴一样 层层叠叠 你看 搭一个大一点的包 非常随意 但是又特别的有造型感 而且这个衣服 你根本就不用运 它就皱皱了 也挺好 换了一个小上衣 我特别喜欢它的这个 袖子的阔系 它的这个腰的设计 就会显得 腰衫就会显得 比较紧接着 很紧接着 跟那种风格 闭起来就会干联一些 通勤上班都可以 今天给大家介绍了 那么多不同场合 都可以搭配的 就是不同的风格 当然大家也不一定 非要就买这个品牌 可以 你喜欢什么品牌 买回来 按照这样的思路 去搭配传达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